台灣推動國造潛艦計畫 至少從澳洲 韓國 印度 西班牙 以及加拿大等七個國家 取得技術 零件跟人力的援助 不過當中最關鍵的還是美國 從潛艦系統分析 由於這個IDS艦上的戰鬥系統 是由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重包的 所以後續台灣潛艦國造的數量 最大的變數 恐怕都還是細在美方身上 那麼今天節目 我們很高興 邀請到美國國防部前官員 胡振東教官來到現場 跟大家分析 美國協助台灣造潛艦的戰略 以及現在美中在印太的矯境 歡迎Tony 鳳姐好 大家好 我們知道台灣製造的第一艘潛艦 美國的幫忙真的是很重要 如果以潛艦製造來看 美方對台軍售的幫忙 有什麼大的轉變嗎 其實美國對台軍售 美國對台國防的support 是一直沒有改變 這一次最主要是當中華民國決定 自己造潛艦的時候 那美國就開始允許很多軍口公司 他需要 因為他要幫助台灣的話 需要拿到那個export license 出口的允許 就是軍火方面的東西 所以這些許可都一直拿得到 洛馬拿到 雷森也拿到 L3也拿到 因為這個前程是有很多美國的系統 然後需要整合 所以這就代表美國其實對台灣的軍售方面的事實沒有改變 只是雖然這個support這個支持沒有改變 但是支持的程度或者是哪一些方向 或許會有一些微調 因為像這次在做潛艦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找資料發現 其實在兩千多年 在兩千多年的時候 美國也有說要賣台灣潛艦 當時您是在美國國防部 對 那個時候在 但是為什麼後來沒有賣成呢 其實小布希在二零零一年就說 OK 我們想辦法賣給台灣八燒 這個傳統的的柴油潛艦 那那時候麻煩的是美國的 美國自己造的潛艦都是核子的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 那如果要重新造這種的話 美國的軍火商要去找blueprint 然後要重新建立一個生產的line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會變得非常非常貴 而且招了八燒以後 不太划算 因為可能沒有其他的國家 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要給台灣一個價錢 可能會非常非常高 然後到底台灣 我搞了那麼久以後 台灣不接受 這個會有這樣子的考量嗎 因為如果價錢很高的話 我們的預算可能會有限 因為我們國防預算一直不是 所以那時候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後來 台灣就決定我自己來 美方其實是有這個意願 只是有一些現實的考量 有個現實的考量 對 所以到後來拖得太久了 那台灣不能等 不能等 這個威脅是一直在那邊 而且越來越大 所以不能再繼續等下去 那某個方面來說 對台灣也不是壞事 因為今天我們有能力 在大家都看衰的狀況下 我們自己自製 潛艦 不過我們其實看到剛剛這個 Tony有提到這個美國的支持 我們再來看 我們最近幾年特別感受深的是 在拜登政府任內 他已經有十二次的對臺軍售 分別是二零二一年的八月四號 二零二二年也有七次 那今年也有四次 不過近年美國對臺的軍售 他一直不賣像是反潛直升機 這些在臺武器 而是出售了彈藥跟零組件為主 我們要問Tony 你這個考量是什麼 最主要是 臺灣如果花十塊錢 能夠得到的自衛的能力 是什麼能力 Bang for the box 對不對 你花很多錢買一個大的東西 那他是不是能夠給你這種 最大的嚇阻的能力 我想這可能是美國的想法 那反潛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反潛直升機 OK 其實中華民國已經有P3 可以反潛 那反潛需要很好的資料 因為當潛水在水下面 你看到另外一艘潛水艇 是朋友還是敵人 不像飛機在天上飛 可以互相聯絡 對不對 然後他的資料 如果有好的資料 他也可以想辦法聽到的聲音說 這是這一艘是我的朋友 或這一艘 所以現在話講回來 臺灣自己造的潛艇 國防部應該已經 應該美國在聯絡 我們如何在共同作戰的時候 不會互相打 打到對方 對 所以造一個潛艇 造一個潛艇要打船 很簡單 可是潛艇很難找得到 潛艇打潛艇是最零的東西 要殺一個潛艇的最好的武器 是另外一艘潛艇 可是這艘潛艇需要有資料 如何跟跟這個資料 然後跟你船上的一些直升飛機的 和P3的資料 怎麼樣能夠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反潛的系統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多加了一個潛艇 以前就是P3還有船 因為船自己也有收納 然後反潛直升機從船上 那比較simple 你現在多一個element的 你潛艇造成了 你要想辦法怎麼樣用 對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 additional challenge 可是第一個challenge 我覺得大家應該對中華民國的 國防工業拍拍手 因為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他們做成了 不過在從美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賣的武器不同 當然你說也因應 其實不同的時空背景 還有現在面對中國的這個戰略 可能也會有不一樣 你覺得他在賣武器的時候 是有考量臺灣面對中國的戰略改變嗎 一定是 因為美國賣武器給臺灣 不是在真空裡面 都是會 因為美國跟臺灣 跟中華民國在國防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會 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level的會 兩邊會說 ok 我臺灣說我看到的威脅是這個 美國說對 我同意 或者我也看到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看到威脅以後 你又需要什麼東西能夠防這個威脅 ok 你要有這個能力防這個威脅 那防彈好了 中共導彈很多對不對 那時候就說 ok 中共導彈很多 那你覺得什麼東西 我需要能夠把他的飛彈打下來的東西 然後這些這些這些你覺得哪個需要 如果你需要愛國者最零買愛國者 可是愛國者同時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東西能夠看很遠 可以告訴愛國者 他有飛彈打下來 給你一個雷達 整個系統 整個防衛的系統 這些都是事先談好以後才說 ok 那臺灣你想不想買這個 你想買這個我事先先講好 我會賣給你 所以這些不是完全就忽然說美國 對 臺灣我要買這個 兩邊都是開了很多會以後才決定 ok 這個是你需要的能力 因為有些人就會一直質疑 美方只想要賣你舊武器 他只是要推銷 所以所以這 這是當然很多醫美論 事實上你看 現在潛水艇 他潛艇現在是Mark 48 Mark 6 那個那個魚雷 這魚雷是美國最新的 現在美國潛艇裡面都是這顆魚雷 而且這顆魚雷是非常非常聰明的 那像我剛才談的 通常魚雷 以前的魚雷 看到一個船 然後打過去打一個洞 對 打一個洞 人家有時候還可以繼續 對 繼續開回去 美國在中東有一次 被人家伊朗偷襲 一個船被打了一個洞 回到旁邊修一修就好 這個魚雷很聰明 這個魚雷看來一艘船 他會到船下面的中間爆炸 把龍骨炸斷 把龍骨炸斷 你這船就用不了了 所以賣給臺灣的都是最新的 愛國者飛彈艾山 最新的現在美國陸軍也在用 所以我看到這些疑美論 然後有些親中共的臺灣媒體會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就想不曉得真的會很多人相信他們嗎 我很怕很多人會相信 因為很多假消息 很多很多假消息 不過美國這幾年 除了剛剛提到這個對臺軍售的武器的類別 有一些改變 那他們是不是對於中國犯臺 因為我們也有看到很多軍方的這個 一些高層有對外說 可能中國有什麼時間點 可能犯臺 也都會有一些提醒 那您就您的瞭解 美方這樣子賣武器的改變 是不是也對於中國犯臺時間表 除了跟我們討論 我們需要什麼武器之外 他對這個時間表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 或是針對這個的考量 美國賣國防武器給臺灣 最主要是防止戰爭 是 很多以美論說 美國就是要臺灣去打 臺灣不會打中國 美國不會打中國 日本不會打中國 沒有人會去打中國 如果臺海發生戰爭 一定是中國開戰 就像普京 是 打烏克蘭 烏克蘭不會去打 對 烏克蘭即使加入北約也不會去打 俄國 OK 世界獨裁者自己想做一些 使他自己舒服的事情 所以習近平有著黃帝夢 他會不會忽然決定 幾百個幾百萬個中國人死掉 沒關係 反正我喜歡做這個忙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可是要想辦法美國和臺灣其他的朋友 能夠讓習近平知道你贏不了 你不要隨便亂動 不要隨便亂動 然後你的損失會比你得到更多 對 這種這種想法只有在一個會講理的人才臨 一個要發瘋的人的時候 他真的會發瘋 對 因為俊方有說 就習近平就是太unpredictable unpredictable 所以所以現在大家很擔心 尤其最近在他周圍的人 他又開始懷疑 解放軍人士 所以這個他的 mental condition 是很重要 當然我美國和中華民國都會有人在看 有情報看他的 mental condition 因為這也是一個威脅之一 不但不但只是那些共軍越來越現代化 越來越強 這個在獨裁者的腦筋裡面 是很危險 就像普丁一直說 我不會打 不會打 那時候在二月二十二的時候 他一定會打 會打 對 沒錯 兩天以後就打了 真的 所以台海方面 也要把這個看清楚 習近平他的 mental state 不但是共軍會給你威脅 最大的威脅是在那個人的腦筋裡面 那說到共軍這個他們自己本身強到什麼程度 在臺灣二零二三的國防報告書當中 中國海軍計畫在二零二五年服役的第三艘航空母艦 福建艦就成為臺海防務的焦點 那最近也傳出福建艦 其實九月底十月初就是要海事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官媒央視的這一段報導 細博試驗的關鍵性在於要檢驗它的動力 航空母艦是大型的水面艦艇 在水的阻力非常大的情況下 你要能夠高速的前進 還有一個就是要進行滿足的電力檢驗 發電機工作以後 能不能夠保證大量的用電的需求 你心臟能力和你的供血的能力 怎麼樣要通過細博試驗來進行檢驗 電力和動力都是達標的 都是符合設計要求的 那就可以進行最後一個階段的試驗 就是出海試驗 其實這幾年我們看到很多 關於中國工台的這個揣測 這個年份一直很多各種揣測 但是蠻多人都講到二零二七年 所以如果以中國海軍這樣子的發展趨勢 您認為到二零二七年之前 他是不是就具備攻台的能力 其實中共現在具有攻台的能力 他只是不敢動 因為他可能就是贏不了 因為你要攻台最主要是 你要攻台的話 你最好打得贏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 因為你要真只是 attack 那他任何時候都可以 所以您覺得即便他現在攻台 他也是打不贏的 到現在他贏不贏 其實是up to Taiwan 是臺灣自己可以控制的 你有決心保衛自己嗎 有決心保衛自己 他永遠打不贏 無關說美國或是日本這些盟友 臺灣自己可以防衛到什麼程度 您認為 我覺得臺灣可以防衛到一個很好的程度 因為記得你要贏 你一定要過來 對不對 如果中華民國臺灣有自己決心 要防衛自己的話 你幾個飛彈打來 他不會投降 因為中華民國防彈的力量很強 然後反艦的力量也很強 現在中華民國很多很多 射軍艦的飛彈到處都是 所以打臺灣要贏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他有一個很大的敵人 臺灣海峽 mother nature 臺灣海峽不是那麼容易過 所以呢 我自己的assessment對中共很強 他的東西都很新 可是這幾個element合起來可能很難 再加上 臺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臺灣會有很多朋友來 因為他們相信自由民主 中國有很多朋友 中國有很多朋友 一帶一路的朋友 你給我錢我是你的朋友 你打仗的話我就不一定幫你了 你懂 酒肉朋友 中文是不叫酒肉朋友 是 不同 一個是ideological 民主 民主 性命 human rights 對不對 一個是你有錢很好啊 你給我啊 非洲很多這些leaders 你給我錢 我這塊地是你的 你可以在這邊挖礦 下面九十九年 你沒有問題 是你到時候你真的我跟你共產一樣嗎 對 不一定是支持共產 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臺灣應該很proud 因為中華民國的民主系統是很多國家都覺得是一個example 很成功 所以到時候人家會來幫忙也是因為不想看到一個民主的國家被一個獨裁的國家吞下去 當然另外一個方面是經濟方面 我們的護國深山 真的 也看到一些假消息 美國把台積電的東西都挖走了 所以台積電生產的地方 在大陸也有生產的地方 日本 德國 美國知道生產 他真的是braintrust 還在新竹 是 對不對 可是你就看到一些假消息 哇 美國把這個偷走 美國就不管了 台積隊在美國一開場以後 美國就不會保護臺灣 他自己 我在想 會有人相信嗎 我很怕有人會相信 不過教官提到這個臺灣的朋友 剛剛主要就是像美國 然後他也聯合了其他有共同信念的民主國家 對中國的高科技晶片進行鎖喉戰 但是我們知道晶片對軍武的升級是很重要的 所以您預料這個是不是也會影響到中國 雖然他現在很強了 但接下來再發展是不是會有一些影響 影響是會有影響 可是不是很大的影響 因為中國他自己也有發展晶片的能力 所以不是一個致命的影響 可能他們的現代化會繼續往前走 那他們的武器是越來越好 可是你要有戰鬥能力 所以現在你看最近中華民國送了幾個營陸軍去做很多人一起訓練 跟美國在一起訓練 然後越來越多美國用這種機會 我們美國人也有對在臺灣 把美國的作戰經驗給臺灣 中國從哪裡拿到作戰經驗 如果從俄國拿的話他會很慘 然後其實我用這個機會講一件事情 臺灣也在美國有一個F16中隊在裡面訓練 對不對 他們本來在陸克後來搬到Tucson 你知道他們才搬去一年 然後每個基地都會有一個比賽 誰是最好 十一隊贏第一名 才到那邊 還沒有一年 那個基地有四個國家的空軍 再加上美國 然後臺灣是第一名 而且才一年的訓練 所以教官會很有信心 說在experience這個地方 臺灣其實會贏過中國的 我有很大的信心 因為這種交往 當然不是很公開 可是你 你也曉得美軍一直來 有對來訓練 然後有些報紙有照片 這個好像是個外國人 對不對 一直有 因為臺灣能夠自衛 是很重要 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很重要 臺灣 continue 繼續一個民主 生存 民主自由的國家 是對美國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臺灣跟烏克蘭相比 因為事實上 如果俄國拿走了烏克蘭 對美國有什麼影響 大家想一想 沒有太大的影響 烏克蘭是歐洲的bread basket 他們很多食物要從歐 對 對不對 所以在戰略方面 對北約是很大的影響 對美國有什麼影響 對 臺灣 如果撕掉臺灣 就整個亞洲 整個世界 美國有什麼影響 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 所以不但是美國會來 你看最近英國 西班牙的船 法國的船 因為臺灣的穩定 跟這些國家都有關係 最近美國有 你可能聽過紅旗演習 美國有個紅旗演習很大 他演習的參加是美國 英國 澳大利亞 OK 還有一個國家不記得 可是演習的 scenario是什麼呢 保護臺灣 美國 英國 澳大利亞的飛機在一起 然後我們有假想敵人 假想敵人這個隊 所以就用中共的飛行的技術 來跟他們比賽 所以 為什麼一直要練習 就是萬一 萬一 為什麼美國會讓外面知道 我們的現在在練習保護臺灣 嚇阻 嚇阻 要中共曉得 我覺得我們一天到晚在練習 你不要做任何笨的事情 不要開始打仗 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 人家說美國賣軍火給臺灣 就是想打仗 事實上是保持和平 不要打仗 是為了不要打仗 為了不要打仗 真的 你要跟中共和談 因為很多在臺灣的人說 覺得不要要和談 你要和談 也要有條件 才能和談 對 條件要對 你要強和談 你可以和談到你需要的條件 沒錯 如果你很弱的話 你跟他談 他不必聽你的 你做這個 要不然我就打你幾次 對不對 你不能和談 但是常常就會有人去質疑 美國的堅定的態度 到什麼程度 像最近拜登在這個 聯合國大會的演說 他就沒有提臺灣 所以馬上又有人緊張了 對 以美瑞的人一直在 那中華民國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是 有語言自由 有press freedom 所以也不能叫他們停 可是大家你要看動作 不要聽嘴巴 美國有沒有停止軍售 沒有 美國還開始軍援 人家說美國要賣東西 給臺灣只是賺錢 現在美國說 OK 我給你free stuff 沒錯 不用還 不用還 然後我還聽到一個人說 美國給我們這些東西 最主要是以後 他二三十年保修的錢 都要賺這個錢 我說美國要給中華民國的東西 應該是中華民國已經有的東西 可是不夠 這樣子的話 美國 美國要給你東西 能夠馬上有自衛的能力 你給他給你一些新的東西 你還要去訓練 重新學 新的後勤 多少年以後才變成自衛的能力 所以美國這些給的軍援 應該是一些中華民國已經有的東西 可是可能需要多買一些 所以保修能力 我們自己就有了 已經有了 對 美國不可能是給軍援 是要賺你下面二十年保修的錢 這是很奇怪的想法 可是以美論呢 他不想任何一個角度來把這個好事變成壞事 哦哦 你呢 提到我們的防衛能力非常的重要 而且現在我們又多了潛艦 但潛艦夠不夠 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潛艦 明年也才要正式的下水 雖然命名已經開始了 那依照這個國安會諮詢委員 黃曙光的預估是臺灣在二零二七年 可以擁有四艘潛艦 首先您覺得這個進度合不合理 還有到時候是不是就能夠有效 嚇阻中國 我覺得第一點 絕對不要因為時間 讓自己的潛艦很容易接受 你要讓自己的潛艦驗收的時候 經過最難 最難 最難 pass 全部的standard 一定要meet以後 不要因為時間或政治的問題說 好 就讓他過了 不行 不能是政治讓他過關 對 檢驗的時候一定要很tough 因為敵人不會對你看 是 這是第一艘 第一艘 如果你讓他pass有問題的話 下面全部都會有問題 第一艘檢驗的時候 一定要是經過最最難 那這要由誰來檢驗 如果是民進黨政府 好 我們假設接下來還是民進黨政府的話 好 那他來檢驗 那是不是又會有一半的人覺得你你不夠嚴謹 檢驗應該一定要professional 一定要在這個方面對潛艇很有了解的每個系統 因為一艘船船是system of system 有很多系統合起來才變成一艘 會有可能是由美方或者是 這個我不曉得 可是應該會是很有經驗的潛艇的人 所以因為台灣潛艇的經驗沒有那麼多 所以很可能是外國來的expert 然後最主要是 很多時候為了時間 像這一次說下水 我想有一點好像被時間方面的壓迫 趕快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絕對不要做這種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 如果你要一個戰鬥能力 Do the right thing 好好的檢驗 我們不要為任何 我們決定幾月幾號要開始出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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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幾月幾號是一個go but it's not definitive 是 OK 如果中間有問題 OK move it back 沒關係的 美國很多系統F35出來的時候 延了多少年 因為一直一直不能pass一些check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能夠pass 往後移 考試不過關我就重來重新準備 然後一直等到考過為止 不能求低空飛過 絕對不行 你第一艘如果就這樣子接收了 那下面幾艘是不是都會有這個毛病 沒錯 你就整個flee這個毛病 你不能做這種事情 所以一定要對自己很不好 當acceptance的時候 對 嚴以律己 對 以前我有一段時間做evaluator 檢查軍官的時候 即使我的朋友 我還是by the book 他做錯事就做錯事 你不能因為友情 It's OK 所以中華民國要這樣子對自己 對自己很嚴格的對自己 把這艘潛艇好好的造成 變成一個很有能力的潛艇 但是如果在這麼嚴格的狀況下 在二零二七年前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四艘 你覺得這也是沒有關係 It's OK 因為你你做一艘爛的潛艇出去 就就被人家殺掉了 多少人會死掉 是 對不對 要做個很好的潛艇 很有能力的潛艇 能夠跟其他系統結合的作戰的潛艇 這樣才真正作戰的能力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作戰能力 你沒辦法嚇阻 敵人小的 根本沒有意義 對 因為敵人小的是真的 你有 more capability 你真的有這個能力嗎 因為中國一定會曉得 你這個潛艇根本什麼都不能做 只是好看 像他山東見看 那人家也會曉得的嘛 所以就不要做這種事情 要要要好好的把這個潛艇做好 那潛艇好好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一起提說 臺灣要做到這個不對稱作戰 然後說我們要把臺灣打造成刺蝟島 你觀察這樣子的戰略或方向是對的嗎 不是完全對 因為PORCUPON STRATEGY 在如果敵人攻來的時候 對 你可以防得很好 可是如果敵人用灰色地帶TACTICS Great Zone TACTICS 像現在他在你海旁邊 越過中線這樣 對 他沒有侵略 因為不是你的領空或領海 你要上去看一看 還是你只用飛彈看 只用飛彈看不夠啊 要不然他飛到你淡水河前面 你把他打下來嗎 不行 你還是要飛機 還是要船 他船在那邊 你的軍艦就過去 我在這裡 這是我的 對 你不要過來 是 所以因為和平時代的時間可能比作戰 因為作戰可能發生是多久以後 可是Day to Day 他現在用這個Great Zone TACTIC對你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一些重要的武器 大的軍艦出去 飛機上去跟他打個招呼 然後你在這邊 我也在這邊 你不要再靠近了 是 所以PORCUPON是說你一大堆飛彈那些 你要等他到你飛彈射的距離以後再打嗎 不行 還沒有到以前 你已經在那邊 過去一點 過去一點 所以我對這個PORCUPON STRATEGY 我是覺得 有一部分是有用 可是Day to Day Peace Time的時候 你需要其他的系統 還有哪些系統 你覺得是我們現在需要增強的 我覺得蔡總統做了一個很對的事情就是說 你不能讓敵人打你 然後不受傷害 你一定要有源頭打擊的能力 現在烏克蘭 俄國打過來 把他打了一塌糊塗 他怎麼只是UAV小小的過去炸這個小炸彈 OK 台灣一定要有能力 你要打我 我也打你 你經濟的地區 替你國家賺錢的地區都在海邊 都在我台灣對面 是 我都可以碰得到 Hold them at risk 英文講 使你能夠威脅一下 這樣也是嚇阻 所以 你要傷我一千 你要有自損八百的打算 那你就會不想自損 你不能坐在那邊 就發射飛彈很開心 臺灣打不到我 是 不行 所以蔡總統叫中科院造很多雄風二一 可以打差不多一千五百公里的 在臺灣一千五百公里 周圍的經濟的發展的地方很多 對不對 Hold them at risk 你要打我我也可以傷害你 然後你是靠經濟長大的 你下面二三十年可能就要吃苦了 所以這也是嚇阻 對不對 不要開戰 你要開戰我也可以打你 因為你看那些比較親共的媒體 都一天到晚講 臺灣會被打到什麼 他沒有講中國會被打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It looks from another angle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今天非常謝謝胡振東教官來到現場 為我們分享分析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楊芳姐 我們下回 我是楊芳姐 我是楊芳姐 李議員